中共两会首日,北京京线超级火流星,爆燃照亮夜空。 同日,北京一居民区发生爆炸,新疆,西藏,甘肃,青海多地地震。 3月4日凌晨,多位北京网友拍下罕见一相,一颗耀眼的火流星划过北京上空,坠落过程中不断爆燃,拖着长长的火尾照亮夜空。 中国古人认为,天降陨石,人间将有大事发生。 民间认为,火流星是社会动荡先兆,往往与政权倒台相联系,被认为是不祥之兆。 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1976年,吉林罕见降下大陨石,同年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中共党魁及大人物病亡。 也有网民认为,火流星坠落对中共是不祥之兆,但对中国人来说就是急兆。 中共党魁的维稳一年比一年严厉。 不过,今年北京两会开幕当天,海淀区居民楼就发生一起大爆炸。 3月4日,网传视频显示,海淀区上帝街道有浪家园北里移动居民楼酒楼住户发生大爆炸,门窗都已经被炸没,外墙装饰层也被炸裂。 楼上,楼下附近的住家也都严重受损。 街道上聚集了一些人群,在围观或拍照。 视频中可见,爆炸碎片掉落在街道上,疑似一名外卖小哥的电车被落下的砖石砸倒,但外卖小哥不知去向。 北京海淀消防的官微通报证实,3月4日18时05分,海淀区上帝街道有浪家园北里8号楼移住户家中发生爆炸。 通报称,这次爆炸是燃气爆燃,并称现场有三人受轻微伤,爆燃原因正在调查中。 不过,中共官方通报的真实性向来备受质疑。 虽然中共官方通报了此事,但少有媒体报道此事。 大陆社交媒体上,已经很难搜索到相关视频和消息。 只有少量流传到海外网络的视频得以留存。 3月4日是中共两会开幕首日。 据媒体报道,今年两会虽然解除闭环管理,但是北京市安保比近年网界都要严格。 天安门前的武警巡逻人数比平日多,北京城风声鹤唳。 网友视频显示,现在不要说进京了,就是进河北省都要在河南最后一站全部检查。 交通管制 天津区往北京入口,暂时封闭3月3日,开通时间另行通知。 3月5日,中共两会次日,全国人大会议首日,青海遇数发生5.3级地震,震源深度10千米。 前一天,全国政协会议首日,中国多地地震。 在青海5.3级地震前,4日,新疆,西藏,甘肃,辽宁,接连地震。 其中,新疆,西藏,甘肃的地震发生在4日上午至下午。 当日下午3时54分,新疆克兹勒苏州阿和齐县发生的地震震级最高为4.4级。 辽宁安山市海城市的地震发生在晚间,为3.1级地震,震源深度10千米。 中共大力支持的新能源车频频自燃,严重威胁客户安全。 网民传出,杭州汽车城展厅电动车自燃的耸人视频,并称品牌不能说疑似某国产品牌。 3月4日,大陆网络传出多段视频,显示杭州汽车城一辆白色新车自燃。 据传事发4日当天,汽车城展厅里一辆新能源车突然冒出白烟,消防人员赶到后,冒险将冒烟的车开到外面的停车场,接着车上就燃起熊熊大火。 一段视频显示,汽车展厅内一辆白车底部冒出大量白烟。 因为该车紧挨着落地玻璃窗,所以从外面的马路上就能看到。 后续视频中,有多辆消防车停在展厅大门外,许多消防员跑进跑出。 然后就有人驾驶冒烟的白车驶出展厅,开往门外的停车场。 在后来的镜头显示,停车场上一轮白车燃起熊熊大火。 停车场旁边的建筑上可见杭州汽车城,杭州国际会展中心等字样。 视频中,消防员手持高压水枪试图扑灭车上的火焰,但似乎无济于事。 一团火焰刚刚被压下去,一团火焰又迅速喷发。 微博上有人询问自然的车是什么品牌,传播视频的网民表示,不能说。 比亚迪等国产电动车被指电池设计不合格,频频发生自然。 但这些国产品牌,是中共当局的重点保护对象,有关的负面消息经常被迅速压制。 上述杭州汽车城电车自然的视频,目前在路媒等平台上已经很难搜索到。 4日,网络传出视频显示,河北保定学院一教室内布满摄像头。 教室天花板上悬挂着一排一排的摄像头,正对着学生的课桌椅。 整间教室里密密麻麻全都是。 网民笑称,这些摄像头犹如1986版西游记电视剧中无公斤身上的眼睛一般,让人产生不适感。 视频曝光后,引发网络关注。 网民纷纷表达不满,质疑,这是监狱?还是卖摄像头的?大监狱。 航班剧烈颠簸,乘客吓坏了,尖叫声不断,乘务员的声音都颤抖。 3月3日晚,西藏航空拉萨至成都的TV9846航班,临近降落时多次遇到气流颠簸,飞机上下剧烈波动,左右摇晃。 乘客吓得紧紧抓住扶手,不断尖叫。 视频显示,事发时机舱剧烈颠簸,乘客紧紧抓住前方座椅的椅背,惊叫不已,甚至咳嗽起来。 空姐则持续透过广播安抚乘客,提醒乘客扣好安全带,照顾好孩子,又表示这是飞行过程中的正常现象。 不过,有乘客随即反问正常吗? 片段中,又可听见空姐的声音发抖。 有乘客事后描述,事发时,飞机开始下降的时候,突然遇到气流,电了五六次,甚至有乘客哭了起来,空姐的声音突然变调给乘客带来压力。 又有乘客表示,一个气流颠簸,当时挺吓人的,大家现场呲哗乱叫的。 女士们先生们,我们的飞机在下降过程中,受过一切的影响,产生持续向了提醒的电波。 请再做一下,就说是,电机器人安全带控好,尽紧,请不必担心。 这水鱼在飞行过程中的正常现象,在一座门山上,已经照顾好你的海色。 洗水间有紧停止使用。 正在使用洗手间的旅客,请领转好扶手注意安全。 我们将停止一切各种。 回到天气行转,这里最前风口袋内,有白色防水器携带,公民在于居住之时使用。 有白桃之王美誉的人生,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。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,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,可增强免疫力,使疾病无法入侵,被称为万灵补品。 高利参,分野参与栽培两种。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,入药用的人参,又有参晒参,白参,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利参为原料,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、东医宝剑,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,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 另外,人参灶带RA、RF、RG3、RH2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。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,灶火兴致进去,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,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,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。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,是红身的6倍多,是白身的16倍。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,输入优惠码RMB2024,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